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PERSCA 马来西亚钙牙卡店以及北京卡拉河广州废财猫赞助播出 记得计阅啰 到Porto My Code 快速又安全 朱朱代码还有折扣啰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中文版赛制牌组解说 今天来解说这一张水剑规矩 X的牌组它的特性非常的强大 就跟我们这个安全帽是一样的 被对方攻击的话可以减伤30点 那安全帽的话只能减GX的攻击 那这个的话连小怪都能减 所以说它的血量高达了270点 GX的血量居然跟我们的Tick Team居然一样 真的是太猛了好不好 攻击招式可以任意的自己洗回你场上的水能量数量 一张乘以60 所以说如果我场上有五张水能量的话 我可以打300滴 这个水剑规跟喷火龙好像有一点伤害 都有点爆表 反而妙花就没有那么的高 好来GX它可以将自己手上任意的水能量数量 你想怎么填就怎么填好不好 那这个GX我觉得应该不一定用得到就是了 除非你保证下回的对方绝对杀不死你才有机会用到 好再来看到我们的百变快可以减化整个一阶的宝可梦 那一定要按照规则第二回合才可以做进化 再来就是我们的蝶蝶来放一张也被不死之需 有时候怎么样可能也会用到他的招式来做攻击 那GX觉得也是有可能 我觉得好不好 等下跟各位讲为什么 好那他就是这样帮忙抓SPORT卡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六尾 六尾不用能量直接抓两只宝可梦 那这个和我们水属性的这个水剑规相当的适合 再来就是我们二阶需要的糖果进化的要求为 从手上进化的话可以从牌组拿两张道具卡到手上 那道具卡的话我建议如果你手上什么都没有 直接拿一张糖果一张高级球 就可以蹦出我们的小的水剑规 什么是小的水剑规现在跟你讲 好来 剑定规大家怎么样 有场地卡的话 自己的场地卡你可以免费做撤退 再来就是我们卡密规可以减伤20点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一张来各位 这张的话可以在你的回合一只使用一次 翻牌组上面六张牌 如果有任何的水能量 基本水能量 你可以冲到你自己场上的宝可梦身上 你想怎么冲就怎么冲 马上就想到说 大小水剑规配 这个招式好像蛮酷 如果你做出两只小的 刚好翻一翻 翻了大概三四颗四五颗 那我伤害是不是就直接打到了 两百四三百滴 哇 超级酷 来 攻击招式打150滴 自己会扣30滴 那这一招我觉得可能打一些小人牌 比较有用就是了 好不好 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怪物讲完的话 等一下再跟各位讲一些小combo 好不好 水补丁的话呢 芒果这边建议 水能量当然能不丢就尽量不要丢 但是水补丁有个好处 就是说 让对手误判 误判 就是说 我水剑规可能 对手针对我水剑规打死了 就下回他发现 我绝对冲不出来东西 结果水补丁 蹦蹦蹦蹦蹦两张出来了 再加首天 打180滴 对方芒吓到说 甚至说假装我真的水剑规这个没有开到六张 六张没有开到能量的话 也许可以用我们的水补丁 来做这个目的的水量回收的这个动作 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反正打到越后期 我们的牌组的水能量一定会越多 那这样子我们的开到的机会越高 所以水补丁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放到四张 那当然你想放二到三张也是OK的 那甚至你想改成能量回收也是可以 好不好 那我放水补丁就是怕说 假设 假设你的水剑规真的做不出来怎么办 你只能靠水补丁来冲啊 不然怎么办 好 那从目的结果基本水量贴到一只后排的水系宝可梦身上 这边没有问题 再就是我们的这个吹风镜放一张 那OK啦 曹剧球四张为了铺场 那糖果跳为了跳 因为我们你看 我们有两种二阶的宝可梦 小水剑规和GX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四张这个 那四张能不能拿到就还是得靠我们的要求尾啦 所以说这两个搭配是非常非常的相性很吻合的 好来 单价以备不时之外 就就 人就就就吧 那硬张放一张这个OK啦 高级球四张 水痘场放芒果放两张 那因为其他场地我看来看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适合他的 那干脆就放水痘场帮助我们铺场 那这部牌非常非常的吃铺场很重要讲三次 所以说你看杰尼龟如果能做四只就给他做四只 那前面的话可能怎么样 放是杰尼龟去死 那后面的话一定要是六尾准备来做这个九尾的来做进化 好吧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部牌芒果放了曹剧球放四张 又放了两张水痘场 就是目的就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 用力来做出来 好那竹篮四张力加一张 那因为做真的这部牌很多东西不太能丢啦 不太能丢 因为我们可能要扣着这东西 可能要扣着这个宝可梦 所以说我们放力加可能好一点点的感觉 不要洗回去 结果抽回来又抽不到 甚至说你想改22也是可以的 那古芝麻3 DDI4这些都基本配备 来讲到这个头巾跟我们的彩虹能量 彩虹能量才重点 刚刚我讲到说 我的GX是有机会开到 因为我们有一张彩虹能量 好那彩虹能量的话 在没有贴到宝可梦身上 它是一颗无色能量 所以说我们的水箭龟翻到它的话 翻到彩虹能量是不能贴的 但是但是如果我贴在宝可梦身上 可不可以用水箭龟 GX稍是洗回去呢 OK这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这加上来各位 刚刚没讲到九尾的招式 第一招前面打70 后面打30 哎呦 好像可以拿当作来补刀的动作 你们发现 假设我们水箭龟打240点 好不好 4克能量240 240对方跑掉 哇 留下30滴 那我们下回怎么样 直接抓7拉起出来 我直接DoubleKey 也是可以的好不好 这一招非常的OK 那GX的话 直接秒杀对方的一艘宝可梦 这个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不好 那所以说就是 这个我觉得我配的还不错 还不错 那你们可以考虑三考看看 自己调整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要买Code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 有福啦 现在到Portown网站 挑选你需要的商品 确认数量后 再进入结账前 右下角的优惠券 填写Mango 立即享有5%折扣哦 今天要找我们的阅读哥哥 来打我们的对手 电跟钢又是皮杰 皮杰的话属于一线牌 所以我们这个二线牌 基本上要赢有难度 而且对方又先手 哇 我们这个需要进化的 可能真的 没办法 没办法 这需要进化的 尴尬了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进化 又没有 这手还不错说 结果没有的进化 没有基本怪 好对方已经有怪了 那我们看一下起手好了 希望好 不要太烂 太烂真的是很亏耶 烂头 天哪 救命哪 要不要这么烂 人物卡 我想一下 对方先手 什么事 哎呦 那好像可以哦 好像可以哦 那可以哦 可以哦 我觉得可以哦 对方先手 我后手可以抓怪 那还好 还OK 那我可以拿 我可以拿很多东西 好了可以可以可以 这这这这这起手 虽然很鸟啦 可是 好直接回合结束 好来 对方先手 嗯 然后对方先手 呃 我没关系 我还是再讲一次好了 因为线上版的环境 已经变成了先手 不可以开人物卡 不可以开支援者 那因为我们拍的是 中文版环境 所以没办法 我们就只能这样 双方空过一回合 好像比较比较 比较公平啦 好不好 所以说双方空过一回合之后呢 再来做这个对战 好直接逐篮 哎 所以他现在拼个 吉拉奥拉来做撤退 哦 我想一下怎么做 我想一下 让我想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要拿什么 看一下 拿这个加 这个吧 对不对 我再这样拿才对吧 好 先这样子好了 那他等下就算用闪电鸟杀掉我的话 好像也没 好像也不怕 对不对 嗯 咳 好像可以哦 直接逐篮 哎呦 这么卡哦 哇 一线牌 所以他只要有一张 那个雷达 基本上 应该说一张电池 或雷达的话 哦 他在 下不来 他是下不来 好直接掃血球拿一张 呃 皮结吧 哦 好皮结 然后 哎 有这么飞哦 太飞了吧 哦 有这个了 那就不用下那个 来 我们直接来 我想一下哦 我们直接进化好不好 直接进进化 因为有能量了 所以我先贴 然后再进化这只 那我现在下不来耶 那我现在 我想一下哦 先逐篮 好吧 先逐篮 下不来 尴尬 我想一下哦 再加 再抓一张 OK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中 好不好 有中一张的话 基本上我就可以让他做策略 一张 哈哈 太飞了吧 太飞了吧 哦 天啊 有够飞 好 我想一下 这个加 这个吗 我想一下哦 不行 这个加这个 好 哎 不行不行 我觉得太飞了 真的太飞了 这个这个 这伤害完全不行 这伤害真的完全不行啊 太夸张了 像外面下大雨 好 其他棋 他手牌到底有多烂啊 来吧孩子 动起来动起来 动死动死 没关系 反正我们双方都还没有打到对方 都还没有打到 好 电场 直接下电场 能量转移 转过去 OK 转转转转转 这皮捷 然后 电池 OK 电池应该会拿 哎呀 我觉得他应该先开电池哦 然后拿动动鼠 可能好一点 我觉得啦 好 雷达 没错 我以为他要拿滑板车 我想说拿雷达好一点 好 雷达 丟个电能量看一下 好丢电能量 下雨天是不是网路都比较不稳 我有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我每次拍片 如果下雨天的话 常常会出现收讯不好 洗回去雷丘 雷丘放两张 好直接皮结可以免费做撤退 好丢 好严谤 撤退 switch 我们这场好和平喔 你如果这样还打不到我的话 基本上我们 太和平了真的太和平了 我觉得我们这场超和平的 我想一下喔 先这样子好了 然后这样子 然后各位我们来玩个 我想一下喔 糖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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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补丁 糖果加 糖果加 水补丁 水补丁 我们打什么都不对耶 我想一下喔 高级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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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他闹了 不跟他演了 好那现在只要两招打掉 那我们就不要多做事情了 先这样就好了 水痘场马上压掉 嘿嘿嘿 好那等一下的话 我可能会进化我的 水晶会不会死吧 应该不会死吧 一张 一张 先给你 一张就好 一张就好 没有一张是不是 因为我想说是一张给他 好 没关系 我们就这样打 丢一张两张 洗回去两张 120 120 OK 水量那么多 难怪 我刚刚没有开到也太亏了吧 好 现在他换皮结上来吧 应该要换皮结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进入完成体了 完成体了 那等一下我们这个 如果假设我这个能量 我觉得我等一下有机会可以打到 超级高的伤害 太亏了 诶 等一下你放这个 他场地卡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你场地卡 电场 电场还要放什么 可能是佛达卡利实验室 我在猜的 好 明明变身 他终于顺起来了 只有一张而已 好啦 一张也没关系啦 一张给 雷秋 好 手贴 利利爱 电池 变真 再东一次吗 哦 你厉害 OK 好厉害他能量一定要能量哦 没有能量会太亏哦 没有能量基本上他就空过三回合 有了吧 高级球 要丢什么 拿皮结哦 拿丢什么 来冬的是不是 哦 再冬哦 你好衰哦 我这要讲 你也太衰了吧 欸幹嘛幹嘛三根針 呃 對不起我說錯話了 我說錯話了 哇我沒有彈過了 我想一下怎麼打 嗯先這樣子 好先上這個 好現在只能先上這個啊 然後我想一下怎麼打 哇我想一下尷尬這下尷尬了 沒有彈過了 丟水量好了 卡蜜貴先出來吧 好四張 我想一下現在怎麼做 我覺得我們現在要把它分散風險一下好不好 能量分散風險一下 一張就好 然後現在我想一下怎麼做 先抓好不好先抓 OK先這樣子 來 我覺得有機會啦我覺得有機會讓我想想看 他不看到我手牌的話就有機會 他現在有可能抓我九尾出去殺 有可能啦 我能量貼他 為什麼要貼他 他能量轉移加手貼 會Double Heal 我想一下怎麼做喔 我現在殺他好像也不太對 我現在殺雷丘嗎要殺雷丘嗎 他的電場已經沒了對不對 好我覺得我會殺雷丘 好我們覺得我們殺雷丘 來我們殺雷丘 來各位這一手就很酷了齁 看一下這一手蠻酷的 我覺得這手還不錯 先確認一下牌族 還沒有咪咪了 哇這下尷尬 咪咪手上抱歉 咪在手上 好不能先這樣子 好來我們做個比較 風騷的操作一下好不好 風騷操作我們先進化 然後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這個要 然後我想一下咪咪 單架 吹風機 吹風機 好啦吹風機拿一下好了 來先進化喔 我們這個蠻風騷的操作 把手牌該用一用掉 先用掉一下 好不拿 直接手填 吹骨丁 有點Lag 我發現有點Lag 然後這個來點點 然後拿苦芝麻 因為他這次會瞄我你知道嗎 這次會瞄我 我實在有點怕怕他瞄我 好然後推開他 古芝麻 然後吹風機 吹吹 吹 一張 好我們只要靠這次打天下 好不好靠這次打天下 那基本上應該就OK了吧 一張給你 我打他幾張 四張對不對 六四二四加頭巾 二七 好先這樣子 那我們拿四張 開始 一二三四 OK 好洗回去 我的牌組現在超級多水能量 超多水能量 等一下這三隻洞洞薯就贏了 我只要古芝麻就贏了是不是 那神抽一張古芝麻 應該就贏了 坦果你現在才來沒有用啊 古芝麻有 他會不會干擾我手牌 他如果干擾我手牌我就爆了 好現在寫兩百七 他電針已經打了一二三三張了 我覺得他剛是講Double Key 看他沒辦法做回Double Key 印章 哇 有古芝麻應該會贏吧 他現在能量轉移加這個可以Double Key 有機會Double Key 或是說有機會啊 應該可以打三叠叠啊 那應該贏了吧 八一八 六十二 然後填給自己 然後填給自己 好我們來花式 花式 不用不用花式 直接殺他沒能量 沒能量 我覺得 好啦這樣也可以啦 剩一張 這場一開始雙方都在卡 欸 有這個喔 我跟你講這張也可以當那個 好沒有怪喔 現在水能量有幾顆 六顆是不是 我有機會把六顆全部弄出來吧 好像 好像有機會喔 靠太折了 嚇爆了就沒有 有沒有 有一顆而已啊 還好還好還好 還好還有 有一顆我想一下 一二三四 我剛剛應該上錯隻了對不對 我應該上別隻 然後古芝麻抓他東東鼠 比較保險 這樣我只要三顆就好了 那現在我打他四顆 OK啦 來 一二三 你看我一張才有能量 六四二四 兩百七 一樣殺掉 喔 這場的話呢 我有大概有表現到水箭龜的玩法 給你看 但是你要說他強嗎 我說真的不強 真的不強 好不好認真 那這場純粹是因為 對方皮捷卡的太誇張 那卡了三回合 然後 然後 芒果也是 他雖然說第四回合有幫我嗅到一下 可是 芒果還是有做出來另外一隻水箭龜 沒有被秒殺 OK 這樣還好啦 那我殺那張雷丘的話 是因為他雷丘 非常非常高的機率可以秒殺我 所以我先殺雷丘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我先殺雷丘也是合情合理的 OK 好 那我們水箭龜的話呢 你想煮就煮看看 來玩看看 但是芒果其實覺得他們並沒有到很強 不是賽場牌 不過喜歡水箭龜就可以來玩玩看 好不好 自己調整 我是長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我們下次見拜拜